孙姨和李庆上热搜撞脸还是去年的事,其实孙姨一出道就戴着低配版李庆的帽子,为此她的粉丝们还天爱都打抱不平后出道长得像一些就是低配版吗? 说实话,李庆跟孙姨的厮杀就好像王罗丹和白白河,同款长相相似的系路比较在所难免。 不过随着人气日渐高涨,似乎孙姨和李庆的花风差别也越来越远,比起刚开始的时候傻傻分不清楚,现在两个人越来越不像了到底谁变了呢? 对于李庆来说,她从亲冷少女变成亲烈的亲属女,这个主要是年龄自然带来的变化,大部分的人会面临年龄越大,皮下软组织流失的越多,从而让骨骼越来越明显,然后气质也越来越犀利。 而孙姨似乎是有点逆生长,现在的孙姨已经是甜美可爱的少女类型了,简单来说,孙姨的气质是灵气可爱甜美清新的,要让这种特质最大化的话造型必须要对这些特质进行呼应。